换电模式到底有多坑 2007年雷诺提验后 他们的CEO说换电是死路一条 2013年马斯克亲自给换电模式站台 到了2015年特斯拉更是大手笔投入 在加州建立了其第一座换电站 然而特斯拉的这一次尝试却以失败而搞终 换电项目的反响一传惨淡 还被忠实用户骂幼稚 自信满满的马斯克被现实打脸 只能被迫重新转向充电模式 从此不再提换电模式 今天看来特斯拉选择放弃 或许还是明智之举 因为同样靠换电 并且投入巨资的未来 却在2021年近亏40亿元 在这么多汽车巨头都亏损的情况下 换电模式真的被行业抛弃了吗 事实上答案恰恰相反 它并没有被抛弃 反而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 我国工信部不仅带同拟定换电的国家标准 而且和能源部联合建设换电应用的试点 甚至在我国换电 还能享受到比充电更大的优惠政策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车骑都想放弃 为何我们还要尝试换电 换电和充电模式到底哪个才是未来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电动车的世纪难题 换电VS充电 这件事还要从一家比特斯拉还要疯狂的公司说起 早在2007年 以色列的一家跨国企业Better Place 研发出了世界上第一套电动车底盘换电技术 它通过拆卸底盘更换电池 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实现电动车的补能 这项技术一经推出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轰动 因为当时新能源汽车还在起步阶段 电动车充电技术并不发达 充电速度非常慢 一个动力电池充满的时间动不动就要几个小时 而且快速充电会影响到电池的寿命和安全 很多车主都望而却步 而换电技术的出现可以解决新能源汽车充能太久的问题 所以Better Place公司很快就引起了投资者和政府的青睐 它的估值节节升高 一度高达十多亿美元 而且Better Place的野心也很大 它们虽然大本营在以色列和丹麦 但是足迹却覆盖北美 欧洲 日本 甚至中国也有 彼时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也是刚刚发展 对于充电换电模式都非常感兴趣 尤其是换电模式 不仅能满足电动车用户的体验 还能符合国家电网提倡的旋风填骨战略 旋风填骨是调整用电量的一种措施 由于发电产是全天候发电的 所以每天供应的电量在不同时间段都是相同的 而我们用电是白天居多 晚上较少 所以就会造成白天电量不够用 晚上有很多富裕的现象 所以国家的电力系统会主动调整整个负荷 换电站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 它可以把电池集中到晚上充电 错开白天的用电高峰期 是符合旋风填骨战略的 所以当时以国家电网为主的部分企业 就更倾向于换电模式 2011年 国家电网在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上 向大众展示了换电服务的全过程 然后又提出以换电为主 充电为复 集中充电 统一配送的战略 国家电网拟定了巨大的投资计划 他们准备在十二五期间 建设1000座换电站 所以Bed Place的换电技术 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而Bed Place在中国的目标也非常大 一方面他们希望与汽车厂家合作 成为中国汽车的供应商 另一方面 他们自己也在规划自己的充电设施和供应链 除此之外 他们还积极参与中国的电动车充放电的机械中 这一切足以说明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野心 2010年后 Bed Place和中国汽车与电网 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准备大稿换电模式 他们甚至与南方电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计划在广州推出首个汽车换电的体验中心 还因此获得了广州政府的大力支持 同时受到两大电网的支持 彼时的Bed Place在中国的待遇比特斯拉还好得多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欧洲 北美 澳大利亚 甚至是极度看好轻能的日本也不例外 Bed Place投入了巨资新建换电站 而且不断与各国政府合作 让很多企业和新能源车主都感受到了换电带来的便捷 也因此收获了一堆的客户 其中就有日产雷诺 他们无比看好换电模式 并与Bed Place公司签订了10万辆换电汽车的大单 由雷诺生产可换电的汽车 Bed Place来运营 并且为车主提供换电和服务 Bed Place在当时的新能源界就是绝对的焦点 然而仅仅两年后 它却突然宣告破产了 2013年 他们在中国的微博上说 今天是个悲伤与苦难的日子 然后就进入了破产清算 国家电网的换电项目也在2014年暂停了 而雷诺汽车作为最大的合作者 更是亏的是血蒙无归 出了上千辆换电汽车 当时的雷诺CEO气得是破口大骂 说换电模式是死路一条 雷诺汽车将彻底放弃换电模式 Bed Place就如同烟花一般 一飞冲天 在成为当时新能源汽车最辉煌的明星后 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有诸多资本的青睐 还获得了中国两大电网支持后 换电模式却还是走到了尽头呢 其实原因很复杂 其中一个就是成本太高了 首先换电站本身的建设成本 就比充电站要高得多 一个普通的充电站 只需要在一些车位上 装上几个充电桩就完事了 成本能相对较低 在用户数量较多的城市和地区 只需要几年时间就能回本 而一个换电站则不一样 不仅需要有更换的备用电池 也要有专门的电池储存 充电设备 还需要能够拆卸底盘 更换电池的设备和工人等 这一些费用加在一起就非常高了 以Bed Place建设的换电站为例 他们在2011年左右 建设一个换电站的成本是50万美元 加上运行和维护成本 需要在100万美元左右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700万元人民币 即使是到现在 一个换电站的成本 也远远超过了充电站 除了高岸的建设成本外 换电模式也会花费更多的电池 充电模式下 每辆车只要一块电池组就行了 而换电模式则不同 为了保证用户随时都能换到满电的电池 平均每辆车得对应1.2到1.3块电池 这些也都是成本 以未来为例 一块电池组的成本约为7万元 在每年10万辆的销量情况下 光电池成本就比充电模式要高出14到21亿元 这样一来 换电站如果想要快速收回成本 就只能将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这又会导致换电费用过高 消费者肯定不愿意买单 特斯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Bedplace宣布破产之后 马斯克不信邪 依然相信换电模式才是未来 为此他还亲自给换电模式站台 2013年 他在美国亲自发布了一项换电技术 全程只需要1分钟33秒 比Bedplace的技术还要先进 为了宣传特斯拉的换电技术 马斯克还特意找来奥迪A8和特斯拉进行现场PK 结果奥迪A8花了3分钟才充满油 而特斯拉已经完成了两台汽车的换电 速度非常快 此后马斯克就信心满满地推广这项技术 然而现实却给他狠狠一巴掌 2015年 他们在加州举行换电站式运行活动 邀请了200位特斯拉车主参加 结果到场的不到10个 原因就是换电的费用太高了 而且手续太繁琐了 不仅单次需要60到80美元 而且还需要定期的更换 很多特斯拉车主气得大骂特斯拉愚蠢 还说这项技术非常低效 他们宁愿在春天区喝咖啡等待 都不愿意去尝试换电 后来这项技术就被马斯克抛弃了 所以很多业内人士甚至媒体 都把换电模式的失败归功于成本 重点来了 本来我也这么觉得 但是本猫将换电模式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结合在一起看后才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换电的问题原则上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换电成本高是因为用户少 参与的企业也少 那么为什么不能引导大家都来参与这件事情呢 只要参与的车企足够多 换电站的成本就可以平摊下来 而且它还有利于国家电力系统的调配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啊 曾经Betplace选择中国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整合能力强 他们希望借助中国这个棋盘的优势 探索换电的可行性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下呢 其实原因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得不偿失 它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成本问题 而是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问题 换电模式为啥在中国失败了呢 换电模式必须要有个统一的电池标准规格 统一的电池管理体系 那样就要求车企和电池厂商高度一致 需要统一各项技术和参数 设立一个高标准 才能将电池标准统一下来 但是在2010年时 我国新能源汽车才刚刚进入快车道 整个上下游都还处在探索阶段 连新能源汽车到底是以电能为主 还是以轻能为主都还没定下来 更不要说去确定动力电池的发展路线了 那样很可能是走错弯路 只有开放式的多线发展 允许企业不断试错 不断改进 才能探索出一条真正可行的道路 也就是说 为了新能源汽车的大局 我们必须多方面发展 而换电模式则会加大车企的负担 同时禁锢住车企和电池企业的创造力 毫无疑问 此时的换电模式并不是不可行 它有很多优点 但是身不逢时 而且充电技术已经不断更新迭代 快充的安全性也在不断增加 很多车企和电池企业 更愿意倾向成本较低 发展稳定 而且更容易的充电模式 所以在2012年后 中国相继推出了多项政策 明确了以纯电动汽车为主的突破路线 同时将充电作为主要的推广方式 充换电之争在中国暂时搞一段落 包括工信部 国家电网 能源部门在内 开始在全国大力推广纯电动汽车 包括建设充电桩 充电模式在这一段时间里 发展也非常快 各种快速充电和电池相继诞生 全国的充电桩建设 也达到了177万之多 相比之下 我国换电站的数量就少得可怜了 那么 换电模式真的结束了吗 并没有 在很多人以为充电模式将是未来的时候 中国却在2020年 开始密集推行换电模式 当年4月份 国家公布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缩小了新能源汽车补贴的范围 但是换电模式的电动车 却不受此限制 5月份 换电站首次写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 它将与充电桩 共同打入新基建的项目范畴 11月份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 换电领域的首个国家标准 到了2021年 工信部联合国家能源局 在全国开展换电应用试点 换电模式正在中国焕发新的升级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国要反其道而行呢 答案其实就是 在探索一条比单纯充电模式更好的道路 我们常说 小国才做选择 大国是全都要 事实上 在电池这块上也是一样的 我们并没有放弃换电模式 甚至开始重点引导 企业建设一个统一的换电标准 原因并不复杂 充电模式 仍然有很多缺点一直无法解决 比如充电速度 到现在为止 充电模式的快充 已经发展了很多代了 开发了很多黑科技 但是它的速度依旧堪忧 少则十多分钟 慢则半个小时以上 人就无法与燃油车相比 特别是经常开车 或者是需要开远度的车主 都不愿意购买纯电动车 如果要全面推广纯电动车 那么就需要解决 这部分用户的需求 也就是说 换电模式其实还是有失常的 其次 换电还可以实行 车电分离的模式 电动车的成本里 动力电池是最高的 约占整车成本的40% 有的甚至超过一半 而车电分离 可以降低消费者的购车成本 将电池交给专业的人保养 还可以延长电池的寿命 除此之外 充电桩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它在大量铺开后 对国家电网系统 将造成重大的冲击 充电桩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 通常会把电压越做越大 在早期的时候 充电桩的电压是220伏 后来慢慢增加到380伏的高压 然后车企还是嫌 充电的速度不够快 于是就开发出高压大功率快充 电压可以达到800伏特 部分充电桩 甚至能直接干到1000伏的高压 这么大的高压 对于电路电网的要求非常大 要知道 现在的大部分电网 都支持不了这么大的高压 要想实现高压充电 就得对快充杖周围的电网 变压器进行更新升级 才能满足需求 这项工程的成本 并不比建换电站要少 反观换电站模式 它却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上面说过了 它的充电时间更加灵活 换下来的电池 可以在夜间用电低谷时集中充电 不仅可以减少电网的压力 还可以挣一点错峰差价 如果换电站全面铺开 它的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还可以充当中国电网 薛峰填谷的一个重要手段 也就是说 换电模式不仅仅是车企自己的事情 更是世光中国的打击界 它有着一举三德的好处 所以中国其实一直没有放弃换电模式 而是将它当作与充电模式相互配合的存在 换电与充电在早期的时候 是争锋相对的路径之争 因为中国要集中力量做产业突破 所以不得已选择其中一个优先发展 但是现在纯电动车的路线 基本已经确定了 车企需要的是产业化 两者不应该是竞争的关系 还可以是相互配合的关系 举个例子 比如说 部分老旧小区的业主是不愿意购买纯电动车的 因为这一部分车主没有固定的停车位 就算有车位 有些小区也是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条件 导致他们只能对纯电动车万而却步 而换电模式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难题 在快充方便的地方多安装一些充电桩 在快充不方便的地方建设换电站弥补 这才能解决电动车的动力问题 除此之外 还可以在特殊行业进行配合 比如公交车 出租车 大巴车等 他们的路线是固定的 而且等不了太长的充电时间 就可以采用换电模式 而且中国已经这么做了 这些领域正在向标准化迈进 换电模式在这些领域也正在壮大 但是仅仅固定路线还是不够的 我上面说过 换电的成败在于有没有同一的标准 有没有越来越多的车辆来平摊成本 所以就需要消费端的车企业参与进来 这块是比较难的 目前有蔚来、小鹏、吉利、明德时代 以及国家电网等单位参与进来 但是在蔚来 在中国的努力下 换电的标准会越来越统一 换电模式的未来潜力必定不小 它也将与充电长期共存 而不是某些人说的一方争霸 但是它的潜力到底有多大 目前谁也说不好 因为这取决于消费者的信任 充电的发展 以及换电模式自身的努力 最后我们也祝愿 中国的换电模式 能走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好了我是熊猫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